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哲学到了宋明时期形成了三大主要派别 一是以陈庄为代表 认为李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二是陆王以兴为宇宙万物的本体 那么除了这两派之外 还有一派就是以张载为代表 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王福芝他的哲学思想就批判了成居陆王的哲学 而继承了张载的思想 在中国全能哲学的理器官 道器官 人性论 理欲论等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他的思想就有早期启蒙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启蒙 所谓启 实际上打开 引导 启地 蒙是指蒙内 于蒙 同蒙 那么现在一般用在启蒙思想中的这个启蒙 它是指源自18世纪法国的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 这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就是启蒙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 是以人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 确立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 反对封建蒙密主义 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 打破旧的传统观念 全是新的思想 新的观念 所以从实质上说 所谓启蒙就是资产阶级对封建思想的一种批判 我们这里讲的是早期启蒙 那就是说它不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 在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这个卷型时期 资产阶级对封建思想的批判 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所出现的一种带有近代启蒙因素的一种思潮 在中国 这个早期启蒙思潮就出现在明清之计 王复兹就是其中的截取代表 我们下面开始讲第一讲 王复兹 王复兹 与中国早期秦始朝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王复兹的生平 王复兹自而隆好江哉 他屈生在1619年 足于1692年 湖南横复兹人 王复兹自幼就相当的聪明 小时候重学于素府王亭聘和长兄王戒兹 他七岁就读完了十三经 十四岁中秀才 十九岁于越入书院 从学于当时的居民学者吴道行 二十四岁中举 然后受父亲之命 父亲参加会试 结果因为农民起义爆发 阻断了道路 他不得不从武汉返回故里 农民起义的爆发 他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同时也改变了王复兹一生的命运 他的逝境之路从此就被阻断了 清明于乡之后 他曾经与管治九等人组织乡民举行暴动 不久被亲人扑灭了 失败之后 他来到广东的赵庆 追随南民朝廷 在这个朝廷当中做了一个行人师的行人的小官 由于他为人耿直 多次唐河当时的全奸王化成 结果诬陷语 得到了当时大宣军的一个将领 高逼正的救助才得以免罪 冥王之后 他浪迹于湘西遥山 最后 在衡阳的石泉山下做了湘西草堂 在这里 渡门著书 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 画作理论的沉思 一生写了大量的剧作 但是他死后其剧作流泉不光 到了同处年间 曾国藩曾国泉两兄弟 堪行全身遗书 全身的著作才逐渐得以流泉 在他的剧作中 像《追一外卷》 《上述影译》 《读通奸论》 《张子郑蒙柱》等等 是他哲学的主要著作 到了清末 王福德的思想 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并且被当时的 不需变法的思想家 和革命家 都拿来作为他们反对 清王朝反对封奸捐制的思想武器 王福德的一生 是艰苦多绝的一生 他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 的爱国情怀 反映了中国全能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精神 他曾经自体过画像 《六金则我开生面》 《六金则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 《起活埋》 所谓《六金则我开生面》 就表明王福德的志向 他是要在理论上 既往开来 他要直接根据儒家的原点六金 来开出学序上的新局面 所谓《七尺从天起活埋》 这是表明 虽然他活着 但是他等于死了 为什么 因为明朝已经灭亡了 他只是一个明朝的未亡人 这是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直到七十一岁的时候 有个清朝官员去上门慰问他 他称并拒不接见 此后也写了一连一表明心迹 清风有意 拦留我 明月无心 制造人 在这部对联中 他欠了一个清字 欠了一个明字 所谓清风有意拦留我 那就是说 你清朝虽然有意 要严谎我 要松买我 但是 我不愿意 明朝虽然已经父亡了 但是我仍然是一个明朝的宜臣 这也是表明他坚决不与满清政府合作的一种政治态度 他把自己租住的地方称之为虚母安 他一生的最大的梦想 就是恢复大明的汉族政权 追求华夏民族的复兴 到了晚年 他又自提了一副墓志明 报刘月石之孤中而命无从治 西张恒曲之政学而力不能起 刘月石 是西晋末年的一位大臣武将 在晋朝父王之际 他宣立一支军队 独立的匡扶进士 其他挽回晋朝的父王 表现了一个晋朝臣子对故朝的忠贞 王福芝想效法他的孤中 也想复兴明王朝 在此他命无从治 这是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西张恒曲之政学而力不能起 张恒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张仔 他是中国契议议论的截区代表 王福芝就是继承发展了他的思想 所以他明确地说是西张恒曲之政学 但是他讲力不能起 这过千了 因为无论是从体系之完整 思想之深刻 王福芝都远远地超过了张仔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王福芝的生平 第二个问题 王福芝所处的天崩地解的时代 这个时代之所以称之为天崩地解 主要有这样几个含义在里面 首先 那就是明代中业以后 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的工商业 到了明中业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发达 据于历史记载 当时的景德镇的陶瓷业 书都的坊子业 规模都已经相当庞大 比如说 书都的坊子多坊 最大的 已经达到了六百张直击 工人 工人将近千人 这种新兴力量的崛起 他必然对中国社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的全种的观念 是重义轻力 重农义伤 工子讲 君子欲义 小人欲义 君子他是以追求道义为根本目的的 而 以追求利益为根本目的的 那是小人 但是商人是什么 商人的职业 他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足利 他就是把那个货物低价买进 高价卖出 以求得习中的差价 所以按照传统的观念 他们注定是小人 因此传统的观念就是重农而易伤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 与传统的观念是有矛盾有冲突的 许说市民阶层崛起 他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状况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反映到 思想家的土耳当中来 你比如说 王鼠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趋中日做买卖 不害其为胜为险 再比如说 明代有位具名的文学家 冯梦龙 他在省事横眼中 就描述了一个卖油的小贩 和一位青龙美女的爱情故事 叫做卖油狼独占花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历史动向 你们在全种社会中 描写男女情爱的有一个基本的模式 那就是才子家人 这个主角已经从一个才子 换成了一个小贩 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 世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许多他们的成长 他就成了摧毁封建社会的一个本土的经济因素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统治积极日益腐化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明代 其固有的弊端 同征到极点 我们知道 明朝是废弃了展相制度的 皇帝大权独卵 不信任庭臣 并且设立了锦衣卫和东西两场 被朝廷大臣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监控 弄得社会上特务横行 人人自危 当这个皇帝他不信任朝廷大臣的时候 他信任谁呢 信任身边的宦官 像明代 刘景 魏忠贤 都是全清朝野 所以宦官捐赠 这是明代政治的一大毒瘤 把朝廷弄得是乌烟瘴气 明代出现了许多的大的灾荒 尤其是明中业以后 荒灾连连不担 而朝廷的赋税又越来越重 大批的百姓流离失所 出现了大量的流民 平民百姓与统治者的矛盾 已经是极为紧张极为激烈 全国就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几糟 所以到了明末 就终于爆发了以张献忠 李正成为首领的两大农民起义 冥王朝就在这两大农民起义中灭亡 王国之所出的时代的第三个特点 那就是清秦御官之后 社会的矛盾 已经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 讲话为满清贵族 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满族它是一个少数民族 它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 都落后于中原民族 它遇阻中原 必然遭到中原民众的反抗 为了消弭这种反抗 满清贵族采取了两大政策 一个是高压 那就是用残酷的手段 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行为和思想 像阳洲十日 家定山徒 大兴文字玉 这就是清人 以铁血的手段 来镇压敢于反抗的中原民众 它使用的另一个手段 就是拉拢收买 这就是开博学恒如科 博学恒如科是一种特科 由于从明末到清初 战争连连不淡 所以它就中断了 中国中间这位正常的科举考试 很长时间没有开考 清初的时候 他特开博学恒如科 不要经过乡试 会试直接进入殿试 有地方都府 推荐给朝廷 由皇帝直接面试之后 属于官职 这就为知识分子晋升于上层社会 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道路 这种政策也延揽了一部分人才 但是这并没有缓和 满清贵族和中原民族之间的矛盾 中青之士 这种繁满的情绪 一直不断 不少的人人自私都在探寻着 如果 如何恢复华夏的政权 为什么 到了近代的时候 物质变法的思想家 以斯隆山为首的革命家 他们都把 明清之际的学者 尤其是王富之 都隐为同调 都说自己的思想 受到他们的思想的启发和激励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明清之际这些启蒙思想家 他们的坚决反满的态度 繁满到了近代 仍然是革命家 号召民众的一名旗帜 这就是王富之所处的 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 下面介绍第三个问题 早期启蒙思潮的两条路径 明清之际 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 这种启蒙思潮 有两条不同的路径 那么一条路径 它代表的是 世民阶层的利益诉求 它表现为 对全统思想的叛逆 其代表人物是王门后学 尤其是泰图学派 第二条路径 是旧王启蒙 它表现为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进行探索的理论思考 表现为对全种社会的一种全民的反思 总结和批判 其中一代表人物 就是王福之 就是王福之 黄中西等人 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一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 最早可以溯源到阳明清学 早在明中业 王所人 在反对城居里学 自行脱节 自行脱节思想观念的时候 就提出一个问题 他就是自作主人 他说 而那一点良知 是要自家的准则 他是边之事 非便之非 更瞒他一点不得 这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所具有的良心 就是我们自己 评价是非善恶 进行行为选择的标准 在陈珠那里 这种标准是绝对的天理 这个天理 它是客观的 是至上的 是绝对的 未有天理之先 必尽之有此理 且如万亿 山河大地都陷了 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这个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它是普遍的 是绝对的 现在王为民说 我们进行行为选择的标准 是自己的良心 尽管王所人力头把这个良心 限制在刚常明教的范围之内 但是 当天理一旦化为具体个人的良心的时候 它必然带有个别性 主观性 换句话说 每个人跟良心是有差别的 良心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它不具有通约性 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评价善恶是非 进行道德选择的原则 不再是绝对的 因此 这就引发了 一种对全统的绝对天理的怀疑 这种思想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到了我们后学的太州学派 就把这样一种批判绝对绝对道德标准的思想倾向发展到了极端 最后出现了全统道德文化的判明 像李治就明确地讲 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语录 它不是万事之自问 不是绝对的 因此 我们要不以孔子的试非为试非 只是我们试非上个标准 不能按照孔子的试非上个标准来定 它那么中国几千年以来没有真正的试非标准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先以孔子的试非为试非 换句话说就是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以孔子的试非为试非 以孔子的试非标准 作为不变的绝对的试非标准 它最终导致的结果 那就是在现实中国中没有了试非标准 因此 他提出他要先翻千古试非科 也就是说他要把传统的试非观念给颠倒过来 所以他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 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周文君与司马相濡 师奔在宋明礼学的观念中 这是主要师生和迎奔 为什么是师生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讲 好女不思奥夫 周文君是寡居在家 他嫁过一次人了 他现在跟司马相处走 那是第二次嫁人 这就是师生了 为什么是迎奔 因为在中国群众观念中 婚姻是什么 他的条件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而周文君既无父母之命 又无没说之言 他就是躲在门后面 偷偷听司马相濡 弹了一个曲子 他心动了 就跟他失奔了 所以这是严重的不守父道 这是淫奔 但是李治不这样看 李治认为周文君没有师生 而是正获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司马相濡 他既然爱他 就要跟他走 他跟他走就得其所爱 所以他正获胜 他就是这样 和全能力价值观念 到的标准 公然的畅反调 现在我想 请同学们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看待 李治 对周文君这个事件的评价 好 请黄东阳同学 我本人非常欣赏李治 对周文君的这种评价 因为在封建社会 传统的伦理道德 对周文君这种私奔 或者叫淫奔的行为 是持绝对的否定态度的 他们大力宣扬存天理 灭人欲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压抑女性的本能欲望 剥夺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李治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肯定了周文君的这种行为 这一方面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强烈的抨击 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追求婚姻自由的一种坚决的肯定 因此我非常赞同李治的这种行为 好 谢谢黄东阳同学 确实回答得不错 李治对周文君事件的评价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 他的评价是不符合当时的价值标准 换句话说 这种评价在当时人看来是极其错误的 这就反映去奇默思想家和传统价值观念的一种矛盾 他们具有不同的观念 其实如果我们超越这种历史的局限 我们把它放在一般意义上去评价 那么周文君与司马相濡 失奔 正向李治讲的 并没错 但是这个结论 那是我们现在的观念 我们现在观念才说 婚姻要以爱情的基础 这说明什么 说明李治的思想里面 它就包含着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 所以我们才称这位 明清知识的这些思想 称这位早期启蒙思想 李治代表的是师民阶层的利益诉求 但是这个阶层在当时还没有成熟 他们只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自己的利益追求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是矛盾的 是冲突的 所以他们不接受传统的价值标准 甚至与传统的价值标准对着干 但是他们还不能够完整的提出自己的价值标准 因而他只能提出是非无定制 也就是说他是以相对主义去反对绝对主义 并且他虽然说 穿衣吃饭既是人能物理 取却穿衣吃饭无伦能物理矣 以当有感性因素的思想观念 来反对那种绝对主义的理性观念 但是最后就说 学者不当在论物上是论物 而要在论物上是真空 所以这个路径的启蒙是破坏多余建设 因此他遭到明清知己学者的一种猛烈的批判 那么启蒙的第二条路径 就是明清知己的学者表现出来的一种旧王体谋 王普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他是在汉族政权父王的情况之下 学者们在积极地寻找一条民族政权的复兴之路 在这个时候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前提之下 才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超越历史对他们的局限 提取带有早期启蒙因素的一些思想和观念 这种启蒙的思想主要就表现为一种批判思潮 首先是对宋文理学的批判 明清知己的学者大都不满于宋文理学的空谈性命义理 王国兹从理器官 道器官 人性论 理欲论等等方面 对宋文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清选 颜元他更是指出 果兮王学 而诸学 独行不杀人 果兮乌学 而独行王学不杀人 他把成诸落王之学看作是杀人之句 稍后的戴政也指出宋文理学 他是以理杀人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成军诺王之学是杀人的工具 那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成军诺王之学空谈心性 使得人们不关心国际民生 不关心实际事务 无私袖手贪心性 宁微一时报君王 因此他们强调 识学 识行 识见 以君求识功 其次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这批学者都反对盲从君主 王国之指出君主的利益 他必须服从民主的利益 比如说他讲国家的政权可计可善可格 唯独是不能使一类见之 那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权掌握在许数上是无所谓的 但必须是瓦下民族 所以不是要忠于君主 而是要忠于民族 顾元五区分了天下和国家 他认为国家之新王只官复一家一姓 而天下之新王匹夫之人予有责言 黄东西讲 君主关系本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 君主是为天下服务的 现在变成了天下为客君为主 君主把天下看到是自己的私产 为所欲为 所以他说 君主是天下最大的危害 唐僧更是直接的指出 自秦以来 凡为帝王者皆贼业 把秦以来 皇帝都看到是强盗 盗贼 这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在当时是金石害熟的 这是第二个批判 第三个就是对君主的批判 书门理学提上的是春天里面人欲 礼欲不容并利 王老子指出 礼欲 他不是对立的 而是统一的 他说 仁义理智之礼 下余所不能备 而身色秀为之欲 上智所不能备 所以他提出离欲和性 但正讲 有欲是有为 有为是有理 无欲无为 有焉有理 那就是说 人的情欲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 因为人有情欲 人们才去做出各种行为 因为有了各种行为 才有规范这些行为的各种原则 和规范 如果没有情欲 这个理就不可能出现了 这是对人的情欲的道德价值的 一种理性的肯定 所以他认为 道德的完善 道德的理想 他不是追求 心灵的群结 不是沉沉沉 而是达情是欲 所以他说 道德之圣 是人之欲无不睡 人之情无不达 他思疑 第四就是对 忠以轻利的道语论的批判 中国全体文化是忠以轻利 这种事情 它不符合近代工商业 包括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所以在明清之际 就有不少的学者 对全统的道语论也展开了批判 像前面我们讲的理智 就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 夫欲正义 是利之也 若不牟利 不正可以 无道苟名 则无之功必赢 若不积功 道有何时而可明也 这个思想就是针对董宗书里 正其义 不模其利 明其道 不计其功 展开的 董宗书里这个命题 他把道义和功力对立起来了 所以理智说 我们正义就是为了牟利 这种事情在明清之际那里 也有同样的反应 言言就说 他要把董宗书里这句话改过来 改变什么呢 正其义 以牟其利 明其道 而继其功 在董宗书那里 它是一个布字 而在言言这里 它是一个廉词 它是说 正其义以牟其利 我们正义干什么 正义的牟利就是牟利 明当的牟利就是要极功 表现出一种近代的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博之更是从理论上思考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与利相对立的 不应该是义 义与利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 什么是义 义的义 义于人义于事 就称这为义 既然是义于人 那么义应当是利人的 所以义与利并不对立 那么与利对立的是什么呢 与利对立的是害 所以我们应该是心利去害 而不是求义去灭利 这就是在明天之际 所产生的 带有早期启蒙因素的一种批判思潮 王博之就是这些思潮中的中间力量和截区代表 至于他其他方面的思想 我们以后再讲 这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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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